好 机车组要注意了 根据这个交通局的说法呢 继瑞丰夜市还有新绝江商圈实施的机车停车收费之后 高雄火车站的周边呢也将跟进 继四月十六在瑞丰夜市 七月一告在新绝江商圈实施机车停车收费 高雄市交通局表示还有下一波 我们目前在四月十六号从瑞丰夜市 七月一号在新绝江 那预计下一波会在高雄火车站 那如果我们未来也会再规划 可能这样大圆百商圈以及高雄医学院 计划十月起规划高雄火车站周边 机车停车收费机制 明年再扩大至大圆百商圈高雄医学院等据点 停车管理中心为整顿机车泛滥 停车拥挤影响交通人行道空间等乱象 准备在建国路的中华岛民族路段 设置约一千五百个进次收费停车阁 其中有部分是月票区 就连附近三十家二手机车防业者也不例外 要展示请使用者付费 我觉得比较有秩序啊 你看看有的都停在 红线根本不能临时停车 双黄黄也不能临时大家都停啊 支持 对我支持 因为停的时间不久啦 那这样子要收费的话不是很合理啊 而且这边本来车子就很多了 一次十块二十块这样子也是一种累积啊 影响会蛮大的啊 为什么 如果一台车就算一个小时十五块啦 那他一天下来的金额蛮吓人的啊 对啊 你们希望怎么做 希望就不要收啊 尽管引起民怨 但随着新绝江商圈的捷运运量 明显提升百分之十七的成效来看 高雄市鼓励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若时机车停车收费政策恐怕是执行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